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那这一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我们Redis中跟生存时间相关的一些问题 第四个,生存时间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在实际开发中呢 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像我们的实时有效的数据 像我们的电商网站,对吧 经常你会做一些现实优惠活动啊 对吧,包括抢购啊 或者说缓存,或者说验证嘛 这样的一些效果 那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需要将这些数据删除掉 那呢,如果我们要通过关系数据库呢 你是会记录一个,拿一个字段 来记录一下我们的到期时间 然后呢,我们定期来检测一下 接着删除一下这个过期的数据 这是我们在关系数据库中这样来做的 而像我们要想通过Redis中呢 我们很简单的就可以实现这种效果 我们就可以通过像Expair这样的命令 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学过呀 对吧,来设置一个键的生存时间 那到期后呢,我们这个Redis就自动的把它给删除了 对吧,像我们之前呢 学到的给Case相关的命令中 就有几个后面这个命令 就有几个后面这个过期时间相关的一些命令 像我们的这个,设置过期时间的Expair 对吧,设置的是这个过期的秒数 包括你可以设置一下Expair at,在指定的时间戳 来删除掉,让它过期 包括像我们的微秒的PExpair P-I-R-E 包括PExpair at 对吧 那现在呢,还有想 如果永久不过期的话 可以使用的持久化 Persist S-I-S-T Persist 可以让某个键进行一个持久化 包括得到一下 某个键的生存时间 是不是有这样几个相关的命令呀 对吧 那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测试啊 假如说我们要先保存一个Session 对吧 那之前的Session呢 是不是肯定会 让那个客户端保存一个这样的Cookie文件 保存成这样一个Session文件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 假如说Session比较多的话 我们再通过实际开发中 一种是不是写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库中呀 对吧 那你查文件的速度 肯定没有说我们查数据库的速度而快 这是一种形式 那第二种呢 我们要想再提高我们的速度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内存 内存中呀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 现在我们就简单模拟一下 假如说你要保存一个用户的Session 让它多少秒之后过期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 那现在假如说我们让它15秒之后过期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设置一下 set一个Session Test1指定一下秒数900 设置一下它的指告 过期时间 好成功 接着你TTL一下Session Test1 894 是不是一直在减呀 那接着到了指定的秒数之后 是不是就自动的删除掉了 过期之后就被删除了 如果说想实现永久化呢 也就是永不过期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Persist的命令 假如说你再来设置一个 假如说你再来设置一个 TTL Session 给你写到这 Test1 接着你再设置一个 Site Session Test2 接着UID 设置一下过期时间 Expare Session Test2 对吧 接着写上个30秒 如果说永远的不想到过期呢 直接写成一个Persist 加上我们的这个键就可以 来 先复制一下 好 TTL Session Test2 26秒 如果不想到过期 直接Persist Session Test2 好 接着TTL一下 Session Test2 这时候它反复的是-1 永不过期 除了使用我们像这种 Persist命令之外呢 如果我们要使用再Site 或者说GateSite这样的命令 为我们的这个键复制的话 同时也会清除我们这个键的生存时间 可以来试验一下 假如说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需要注意 使用 像Gate 像Site 包括GateSite 包括GateSite 也会清除过期时间 我们来试验Site一个Key Hello 接着让它过期时间是100秒之后过期 Experse key 100 那接着你再来设定一下Site Key Word 那这时候 是不是重新的来设定了一下 这个Key的值啊 接着你再TTL一下这个Key 你看一下效果 在这呢 我们也是TTL一下 Key 复制 好 成功 首先看到OK 过期 100秒成功 100秒 接着再SiteKey的时候 变成Word了 OK TTL一下这个Key 复一 你再TTL 你看 还是复一 这样的效果 当然呢 有了这些过期时间之后呢 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效果 做一些效果 就可以实现这种功能了 这也是我们Redis中 如果说你要像 想实现这种 一段时间 这个数据过期的效果 就可以使用 这样的命令 来实现 那接着呢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 这个Redis呢 做一些其他的效果 等我们通过这个程序 来操纵我们的数据库的时候 就可以带着大家 一起来完成一些 像我们要实现 这个访问频率 限制呀 对吧 包括这个时间的限制 IP的限制等等 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些命令 好 那这一块 就是简单的 后面这个生存时间有关的 其实呢 这几个命令 我们之前都学过 大家试验一下就可以 看一下在实际应用中 我们怎么来用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